好 那我們每次都用三分鐘跟大家講違章工廠 因為大家其實在場應該蠻多人聽很多變的 所以會有一點點就是覺得 每次都在重複這些理由 到底有沒有做到一些事情 然後其實這個倡議做了蠻多年 然後我2019年進地球公民 然後那地球公民做這個議題做了六七年左右了 然後是在修法後 政府剛前面講到他們有一些急報集賽承諾 他們有說就地合法的這個承諾 然後他執行的成效如何 就是我們一直在監督的 然後在我們檢舉 我們現在檢舉了大概五百多間的違章工廠 然後其中有六十幾間是有被斷水斷電或者是停工 但是這在整個六萬多家裡面都還是就是一小撮 然後不過現在我們一直在監督的 不是說他每一間都要把它抄掉 而是說要建立一個機制去真的有處理 要不然就會是講說要急報急拆 但是就是口惠實不治 那我們一直拿著這些民眾檢舉而來的案件 跟政府去做開記者會 開了2019年開了十幾場記者會 然後最後有讓政府願意跟我們談說 那他們應該先怎麼做 然後一開始是先談資訊公開 不談實際的政策措施應該是什麼 然後資訊公開就有先做好說 那他們現在會公布每一個縣市去查 每個月去查的數量 然後查完之後的結果 所以這個大概是從2020年的12月開始有這個東西 然後逐步逐步的再變好 然後整個我看一下 直接從2021年的12月看 一年他們大概可以查到700家左右 然後那個名單的樣子大概就 一開始他只願意公布總數 然後後來之後我們覺得說 啊他們就已經被查到是圍上工廠 為什麼不能公布他們的帝號跟位置 帝號跟名冊 然後後來就有逐步的被公布出來 這是他們每一個月都會公布的東西 他就會去說 某一個縣市 經濟部給他說他應該要去查100家 那他這一個月到底有沒有把這100家查完 然後待完成的建築跟查完之後 他是不是工廠 是工廠的有沒有進入勒令停工 或者是停止供水空間或拆除的程序裡面 這算是一個成果 成果一就是他們有公布這些資料 然後大家其實可以去看到自己的縣市 在哪邊有被查到圍上工廠 然後名冊一開始就長這樣 就是說都還是沒有完整的地址 對 那到現在就是今年2022了嘛 就是現在終於 查處的名單上面是願意公開他們的地址的 對 然後工廠商是是這樣 就發現說其實公布了 廠商也不會覺得怎麼樣 像經濟部一開始還是很保護這些工廠 所以如果這個資料 如果有些人覺得有趣 就可以再把它下載下來拿去用 但他就是每個月放上這個網頁 然後用Excel的格式再公布 那為什麼一開始 後來有這第二個名單呢 其實是因為我們檢舉很多新增的工廠之後 政府應該說很多民眾看到在蓋就報給我們了 然後我們就檢舉 可是檢舉的過程就會發現說 很多不是工廠 很多還不是工廠 它還只是廠房 東西還沒進去 那對於政府來說 他們是依法行政嘛 只有它是工廠管理輔導法 依工廠管理輔導法 它就只能採處工廠 所以它就算認定它 有可能會變成它 可是它依事實認定是不能做什麼的 那就只能靠內政部原本的 其他的地政的法令 也就是區域計畫法和都市計畫法 未來會變成國土計畫法 那過去那個區域計畫法在 規管土地的違規利用的時候 其實蠻消極的 就是通常是罰款 6到30萬不等 第一次發現你有違反就罰6萬 那很多廠商其實每一年都在繳這個罰款給政府 因為它就是例行性的去查 例行性的財閥 可是就不會進到任何更強的行政處分程序裡 對 所以在我們的堅持下就是說 這些廠房如果它大於一定的面積 然後看起來就是要變成工廠的話 內政部後來有做一個函視型各縣市 特別的去查這種大面積的 然後即將變成工廠 然後他們的函視是指說 應該要在第二次裁罰的時候 就要搭配斷水斷電的手段 就是預防它變成工廠這樣 所以這是後來內政部被我們拉進來說 也要處理文章工廠的成果二這樣 然後他們就會也是每個月封部說 哪些他們已經進進步給他們的案件是什麼 然後有沒有已經完成斷水電的 然後後來有一些奇怪的就是 明明就說不是工廠 只是還去申請納款 對 然後他也會有把名單丟出來這樣 對 所以這是成果二 然後新政的部分是如此 那在既有的部分 回到筆記 回到筆記 我寫了什麼呢 好 他除了查新政件之外 他也有去查中高污染 就是其實政府在2019年有做一順清查 儘管他一直說這些都是黑樹 他們什麼都不知道 但是他們其實手上是有一份名單的 然後他們有去對於 手上的中高污染名單做清查 大概1000多家 然後目前大概也都查完 大概其實不多 大概30幾家他們確定是中高污 剩下就是不確定 剩下就是說是低污染可以申請就地合法 或是根本就不是工廠 這部分他們也查完了 然後今年比較大的新聞 是低污染就地合法的期 申請就地合法的期限到了 就是剛講 就剛行政中高污跟低污是三條路 一個是集報集拆 一個是要簽償 一個是可以申請就地合法 所以就好不是隨時都可以申請 而是在今年三月之前 都要向政府舉手說我需要申請 那今年他們就是 今年三月的時候很多工廠 大概原本還剩兩萬家還沒申請 三月在二月底的時候 然後結果在20天內就暴增 就是兩萬家突然就是 我們一直說政府要斷水斷電 然後政府也宣誓說他們確實會斷水斷電 然後就在這20天內剩就一萬八千家來申請 所以大概剩下兩千多家的既有低污 還沒有像政府申請納管 現在大部分政府應該都是有資料的狀況了 然後只是說剩下兩千多家就是 他們已經都在這十年被給了多次的機會 起碼給到三次機會可以就地合法 可是有的就是一直都不來 所以政府現在也對這些兩千多家開始斷水斷電 然後就是我們現在開始要監督的部分 但是對我們來說最最有限的是新增 新增中高物 中高物是確實可能會造成污染治癒的 低污染真的就是 就只是調皮 然後可能有的甚至是很小間 兩三個人經營的小工廠 那種我們就不會把它視為應該要拆除的對象 而是真的應該要盡量補導它 好 所以這幾個就是現在維當中的議題 政府的處理 其實政府是有在前進的 只是說並沒有到一百分這樣 然後我們就是一直在把 希望那個分數可以拉高一些 那遺留下來的問題就是一些去查處的時候 可能會出現一個集合式工廠 因為有些地圖可能是蓋著一個桌面的大小的工廠 然後其中可能這一半是給倉儲 那一半是給工廠使用 那就是那一半要被斷水斷電 結果這一半因為它是清除就沒事等等 這樣的情況發生 或者是去查的時候 那個工廠就把大門拉下來 然後地方政府就回一個魂說 他們大門深鎖 所以我查不到 不知道他們是不是工廠 這些問題就需要一些比較創業方式去解決 這還在想 那其他的東西就是我們一直在做倡議的 就是我們的產業用地 其實會有這些工廠 違章工廠存在 就是我們的產業用地的部分 並沒有服務到這些 不管是新增的違章工廠 或者是既有的廠房 而在擴廠的部分 那這部分就是要持續的跟 我們自己作為環保團體 不希望開更多的工業用地 而是應該檢討既有工業用地的 不經濟利用 所以就是持續在做研究的部分 好 我怎麼貼了一些成果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就是大家報告一下 地球公民在這件事情倡議的進度 然後真的是 我們現在做大家來操場 就是希望再多一個梗 可以再拿來跟政府做倡議 說新增建的部分 我們就是看到最大的幾件在這邊 然後各先是哪些還沒處理 應該先優先去處理 所以是大致上如此 依舊很感謝這裡面的大家 這樣 有沒有人現場請你會想問 你是不是想問 沒有 要問定 壓力不用提 那我們下一個版就是那個 我問個問題 好 除了你們跟政府去反映 政府要採取行動之外 有沒有產生一些 透過輿論 產生一些壓力 有 就是 他們其實 蠻怕我們開記者會的 就是 我們後來都會得到 一些經紀部的聯絡人 或國會聯絡人的 就是來訊說 你們新聞稿可以給我們一下 然後或者是他們其實 我們開記者會他們隨時都在監看說 到底我們說了什麼東西 影響了他們 或者是他們會發一些即時新聞澄清 對 然後後來我們跟他們去 透過立委開協調會的時候 他們也會拿出我們記者會的訴求說 這個東西 就是有沒有道理去比較處理 對 他們其實也把我們的意見 直接當成輿論 然後 但要說民眾的部分 其實我覺得這個議題 還是沒有到全民都知道 然後 我們之前拉了一些連署 就是 可能 三個月可能也頂多集到 三千多人 這樣而已 所以 它並不是一個很普遍的 大家都覺得知道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輿論 真實的輿論上來說 大家普遍 同情即有的 然後 痛恨心真的 就是如果真的 我遇到一個陌生人跟他講這些的時候 但是真的要變成政府的壓力 其實 並不是靠全民 而比較真的還是一些NGO 然後 像大家這些公民社群去談 他們應該就會有反應這樣 什麼資源是你們最需要的 我們最需要的資源 其實是掌握全台工廠的資訊 對 然後有這些資訊 我們才能跟他們 就是用事實去跟他們談這些事情 對 所以我們要比他們更懂 這些工廠的狀況 你想他們是指政府 對 政府 對對對 對 他們 大家 一定是 很棒 教會 的 他們 會 於